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介绍这一只用Icedubbing做出来的鱼仔 在香港非常好用,海莲和略食性鱼种都用这只鱼仔钓过的 非常之简单,它的材料除了线之外就是这个Icedub 想和大家分享,它除了线之外的材料,全部都是在香港找到的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只鱼仔无鞦 鞦是用到海马鞦 我买回来的时候,因为转了盒子,所以我都不清楚它是什么尺寸 这里我有一把橄榄尺,让大家对照 买的时候就不会买错了 那么,鞦柄的长度是大约1.5cm,到鞦硬 大家可以去各大的钓鱼店找,香港有的,这些海马鞦 另外的材料就是这个Icedub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 如果你不是特意买这些有牌子的Icedub 在手作坊之前,其他几个视频都分享过,是可以买的 我现在手上有银色,有银色,有金色,还有蓝色,绿色,红色 可以选择的,你去到手作坊的时候,你问一问他们 或者打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那怎么做呢?这只鞦,我们就用到一些小一点的线 扎上去就比较贴身一点,整齊一点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UniFread白零黑色 我们首先把线上去 把线上去的材料扎得更加巩固 我们把线上去的材料扎得更加巩固 我们把线上去的材料扎得更加巩固 我们把线上去做一些Z形的条纹在上面 然后把线上去的材料扎得更加巩固 之后把线上去的材料扎得更加巩固 一來就不會浪費材料, 因為之後要剪, 如果紮得太長, 會浪費很多材料 我喜歡把它摺起來,然後再紮上去 這個時候就不需要理會的圈, 注重紮紮勾, 因為最後要剪 你可以把這些圈全部剪開, 先把尾紮上去 怎樣做呢?這個長度, 在中間紮上去 兩圈, 梳在後面, 前面兩圈, 繞前幾個圈之後 我們再用Iced Up 跟別人拿出來, 之後對摺 你看到它太厚, 就把它剪掉 這裡也是多, 我們把它對摺 我們已經做了一上一下的步驟 我們現在做一左一右 同樣地, 長度的中間, 我們在勾的一邊 紮上去 固定了之後, 把它捉住 之後在勾的柄這個位置, 拖過去 於是將它紮下 我們再用另一邊, 做完左右之後 我們就做上下, 同樣地 摺起 揪起來, 之後做上下 兩圈, 之後繞回去 然後再放進去 這樣就盡量推近一點, 將它紮下 左右結束之後, 我們再做上下 拿一些Iced Up 拿一些Iced Up出來, 拖過去 拿一些Iced Up出來, 拖過去 然後我們拿其中一段 我們做上下 然後我們再用另一段 我們再用另一段 同樣地, 我們做上下 做左右 我們繼續拿多一些Iced Up出來 把它拿好 放在一起 然後再拖過去 拿到一定的長度 那… 這個勾做時有一個技巧 那你做得前的時候 那些Iced Up的長度 就會拿得越多 做完左右了, 我們做上下 之後我們再拿一段出來做左右 你看到有些綫頭,但當你一左一右扎下去的時候,就蓋過了 那就不用擔心,看到很多綫頭都扎出來,其實是沒有這個需要的 上下,對折,上下 差不多去到歐眼後面兩mm左右,我通常會拿多一點的素材 捲厚一點,因為它做出來是頭的效果,厚一點就比較好看 如果不然就會看到很多綫頭都扎出來,就不會那麼好看 這裡我們擦住,對折,你看到我用得很厚 再一個左右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做上下,看到我用得很長的綫頭 在歐眼那裏撥開它,然後拉到下面,看到嗎? 這裡可以直接用這個綫頭一整個綫頭的綫頭 在這裡可以直接沾起它,然後把這裏做完整個綫頭的綫頭 把所有綫頭的綫頭都把綫頭髮捲在後面,剩下一個溫頭的綫頭 多餘的線尾,我們把它剪掉 剩下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剪成形狀出來 如果大家找到的香港 有一個有弧度的剪刀,我建議大家用這個 但如果沒有的話,直剪也可以,我今天就用直剪做一個示範 那些筷子把我們拿出來 上下,拿出來,左右 盡量做得模樣 我會喜歡用剪刀 直接剪一下 那些紮不緊的纖維就會飛出來 同時把這個圈圈的材料全部剪開 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盡量剪,打平剪 把多餘的材料全部剪掉 然後把這個圈圈的材料都剪成形狀 你會看到其實差不多整形狀 我們要盡量修剪,做到一個水滴形狀 OK了 這隻鉤子有很多選擇,你喜歡用什麼顏色都可以 有一個小提示,當你釣海蓮的時候,有時候有些魚試鉤,它喜歡咬著尾巴 我看到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我喜歡將尾巴剪短 大家不妨釣魚的時候,帶一把剪刀去,遇到這種情況,就可以將尾巴剪短 就好,比較方便 我亦喜歡將勾尖露出來 我覺得這裡已經差不多了 多一點,沾上去 只剩下一點,譬如說,不是很齊,不要緊 因為它落到水之後,它吸了水,一拉一下它會自己縮 變成一個魚的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圖片 做起來也不會太麻煩 如果你想講究一點,這個有一個是魔術貼 貼在一個雪糕棍,雪條棍那裏 有些人喜歡這樣搓一下它,然後梳一下它 又覺得比較整齊一點 我覺得隨自己喜歡,有就可以這樣做 沒有,也問題不大 是一個小步驟 最後呢,我就會在這個勾眼 我們這個線尾上少少Varnish 大家可以用Super Glue 這個隨自己喜歡 點一下 盡量不要碰到纖維 有些人亦都喜歡加硬的 加硬的步驟是怎樣呢? 用AB膠 弄一點點上去,然後將假眼黏上去 這隻勾就完成了 這個很簡單的毛勾 釣海簾已經是很成功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這隻勾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